到家的 像我們學佛的人 就不應該來 學這個書 如果明白印光祖師 他的這些話 跟我們學佛不但沒有 抵觸 而且對我們有很大的幫助 大家 就會樂意來學習 就像老上現在提倡這個地止規一樣 跟我們學佛有沒有衝突 不但沒有衝突 還有幫助 下面給我們介紹 這一部《太善感應篇》的 註解 此書註解甚多 這部書的註解很多 自古以來註解這部書 非常多 惟清 緣合會動之簽著 最為經聲洪唱 那麼註解雖然這麼多呢 唯有清朝 緣合 跟會動 這兩位的簽註 這兩位的註解 最為經聲洪唱 經就是 專經的 深入 這個 宏大 這個 通唱 那麼這個是說 這兩部註解它的特色 但是怎麼樣呢 習慧 博學知識 不能悅啊 這個如果不是博學多文的人啊 書讀很多我們現在講知識分子啊 博學知識就是博士啊 學問淵博的人呢 他讀了這個註解呢 他 有受用 但是如果不是博學知識 不是博學知識呢 畢竟占絕大多數 大家都沒辦法看啦 不能理解它裡面的意思 住得很深 住得很深入 不是一般人啊 能夠理解的 赤者會篇 實惟雅俗同觀之最上善本 這感念篇會篇呢 過去 台北華藏 佛教圖書館 印出來 結言流通 這個書在台灣呢 有很多地方很多道場都有印出來 流通 會篇 會篇可以說呢 把這個三教的經典 都匯集在這個感令篇去註解 所以你看這個會篇呢 也有佛經啦 也有儒家的啦 也有道家的啦 這個三教經典都有 那麼可以說雅俗同觀之最上善本 這個文人雅士 一般的這個社會上的人士 大家共同來 看這個書 這個是 最理想的一個 註解 就是感應篇 會篇 它裡面呢 不但講理論 講道理 引用這個三教經典來做證明 而且還列出呢 古今的一些公案 實際上的例子 來給我們 做證明 所以非常 理想 這部書 但是呢又有一個困難啊 而不勝通文之戶 忽孺 由難領會 那麼 這兩句話呀 特別對我們現代人來講 的確是這樣 因為呢 我們現代人不讀文言文 這個會篇都是文言文 不讀文言文呢 連那個字有很多深藍字 那個字怎麼唸你都不會唸的 那怎麼會去懂它的意思呢 當然啊 他讀起來就有困難 那特別現代人呢 也不讀文言文 只有讀白話文 看到這個文言文呢 他頭就痛了 他也看不懂 他也不想再繼續看 所以這個會篇呢 印了很多版出來 但是呢 實際上去看的人還是不多 還是不多 因為看了看不懂他就 沒興趣再看下去 那麼以上呢 印主給我們 介紹了三種註解 是最好的 他的特色 其他還有很多很多種註解 那麼下面呢 再給我們講 唯只講一書 唯能 溥義 然文雖淺顯 慈勝 優美 顯而不俗 罪易感人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